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基本上其实他讲了2016的关键字 在这个牛津大字典里面就是这个后真相三个字 那一般人大概没有接触的话也很难了解这个 因为这还是牵涉到语言中间的有一些英文跟中文之间的隔阂 那有些人解释这个后真相时代意思就是说 其实真相不重要了 然后这个以前讲事实胜于雄变 现在是雄变胜于事实 其实也不是完全那个味道 这本书讲的是非常深入的 真正我觉得想要了解这个我们现在所谓面临的后真相时代里面 一些问题 我觉得他是用了很多很活泼的例子 而且是实例 从历史的到现代公司里面 因为他作者本身是个很有名的这种所谓的策略传播的这个咨询专家 他常常提一些大企业大公司做这些企业形象的定位或什么 所以他深知各中三昧 哪些是真哪些是假 什么是真相 我觉得他这个有很好的一个观念 我们请您谈一谈 他自己发明了一个字叫做competing truth 这本书翻译成矛盾真相 你要不要从这个字眼他发明来谈一谈这本书 你一开始这个第一个印象想讲的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看这本书 可能一开始对于他的导读那一个我觉得就很吸引人 因为他里面导读讲的故事就是说梨脉这个植物在这个中美洲可能是很常见的 那但是对于这个北美洲或是其他欧洲国家来讲可能是很罕见的 然后但是他的营养成分很高 于是他们就开始吃这个东西 现在大家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梨脉这个食物 现在台湾都卖 我每天在迪化街逛的时候他都有林脉的 对然后营养价值非常高 那最当然很多欧美尤其是自诩为先进人士的可能就开始吃这样的事情 尤其是追求这种健康养生的健康食品 对所以当然这个看起来是好事 然后某一个新闻报导就是说 这个让当然中美洲他的国家的农民可能收入变比较好了 那另外一个报导就是说 可是这个价值变高之后水产物价就升高了 那升高之后当地的人可能就吃不起了 因为原来他们当地的穷人以这个作为他粮食主食 对所以你说那当然就这些所谓先进人士可能就觉得说 我怎么我想要做好事啊 我想要吃得比较健康啊 怎么害当地的农民反而来消费不起这样子的食物 那所以他就从这边来讲说 那到底哪个是真的 那结果两个都是真的 所以就带到你刚刚讲的这个competing truth 这矛盾真相 其实我们刚刚在聊天的时候有讲到 这是矛盾这两个字可能用的没有那么准确 就是他可能是不同competing 英文翻过来的 对竞争嘛 所以其实这两个真相在彼此竞争 你相信哪一个那种感觉 所以那我们当然觉得说 物价就是让它变高 某种程度上来讲是好事 但是如果让当地人们消费不起 他们本来吃得起的东西 好像又是一个坏事 可是后面这一个没有讲到的事情是说 他可能消费不起 或者说他们可能这个藜麦真的变贵 可是问题是他们以前根本不想吃藜麦 以前是没得选嘛 他们可能也想吃牛排啊 吃不起牛排啊 所以就只能吃藜麦 所以现在变成说可以吃牛排了 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再去吃藜麦 换句话讲就是说 藜麦这个很多种北美的欧美人士来买之后 让他们的收入增加了 所以增加了以后 其实藜麦价格是高了一点 但是对他们来讲 他们因为财富增加了 消费人家可以享受别的食物了 所以我觉得光是这一个导演里面讲的这故事 就基本上就贯穿了整本书的一个概念 就是真相到底是什么 他可能有非常非常多种的可能性 这样子 所以他把这本书分成四个章节在谈 第一个叫做这个部分的真相 第二个叫做主观真相 第三个叫做人为真相 第一个是未来真相 那我觉得最常发生在我们生活周遭 尤其现在这个网络时代开始 大家社群媒体一天到晚传一大堆这个资讯 哪些是真相 哪些是虚构 所以他在讲之前 我觉得他很好的是把这个所谓 去发出这样的一个讯息的人 因为以前都是经过媒体 但现在媒体已经是 视为在某一个程度上 每个人都可以作为一个新闻的发送者的时候 他说有这个一个是倡导者 一个是误导者 一个是误传者 那现在在社群面很多是误传者 你传给我 其实他不知道这就是假新闻 或者是一个错误的真相 扭曲 因为误导的真相是有意刻意的 误传是不小心传的 倡导的是选择性的真相 他想倡导一件事情 你要不要从这个来谈一谈 现在社会现象里面 这个部分真相怎么样的会在 我们的生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其实这个超有趣 就是光是里面一个例子 就是川普在2015年 还在打这个共和党初选的时候 他的竞争对手竟然宣称说 这个川普是 就是支持堕胎的 那共和党是比较保守的 他们基本上原则上是反对堕胎的 那这件事情本质上 你如果你不是站在任何一方 你会觉得这件事情 怎么听起来那么怪 对这地方我是要补充一下 他对手其实不是民主党 是共和党里面德州那个 是初选 德州那个参议员Ted Cruz 是他们初选 所以这件事情本质上非常怪 那他们都要争取 同样是保守党的阵营的票 因为他们想要初选要赢 所以他们讲的话 应该是比较类似的一个价值概念 所以Ted Cruz 竟然用这种方法去讲川普 而实际上他有影片 还是采访为政 说他的确这样讲过 但是实际上是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 他的确讲过 但是在一个脉络之下 他把他去脉络 我把他剪接了 剪接 所以他的确讲过 说这个可能他在堕胎上面 是怎么样 你们要贡献 就是诸如此类的话 但是如果你把他放在整个脉络 完整听完的话 他基本上还是反对堕胎的 所以这就是 如果今天我们在 譬如说现在 台湾可能用LINE很多 那今天我传 某一个阵营的初选 的给你说 他怎么支持这个东西 或是他怎么反对这个东西 那另外一个人看到觉得 他真的有讲 你看那影片都有影片为证 你看那影片都有讲这件事情了 那他们可能就继续往外传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在现在社群媒体 或是这种通讯软体 这么发达的情况之下 眼见到底为不为真 这就是我们讲这个部分 真相一个问题 对 川普他本身在美国媒体界 也是著名的就是放假消息 主流媒体对他是非常的感冒 那但是他这个 Ted Cruz 发达的消息很有趣 因为他说他支持这个团体 这个团体 这个其实他在讲话 您刚刚讲 他脉络里面他谈的 他是说这个团体 很多人来跟我讲说 虽然他是这个 有痘胎的业务 但他其他的工作 像病毒的筛检 女性的这个 卫生健康的筛检 做得很好 那可是他 确确实实像您刚刚讲 他有讲说 但是我是反对 痘胎的 那他说痘胎在这个组织里面 大概只占了3%的业务 整个业务总量 那可是这Ted Cruz就 拿这个去打他 就剪他这一段说 说我支持这个团体 人家要我支持这个团体 那这种现象 在台湾的政治最近线也是 我觉得也是层出不穷了 我觉得全世界 自从社群媒体出现之后 这种所谓的 选择性的真相 他这个算是捏造了 也不能完全说是捏造 这就是很麻烦的地方 就是他甚至可以说服 他先说服自己说 我没有在捏造这件事情 他真的发生过了 对啊 他的确有讲这些 对 所以其实台湾其实很多啊 就是太多了 他其实是暗示或是影射 导引你 他甚至举出了一个 德州州政府的 谈到这个所谓的堕胎会影响到你 得乳癌机会 其实他从头到尾 是把那句话就是用暗示的角度 把堕胎跟得乳癌的几率 连在一起 但事实上 那个话不是这样讲的 其实那个话原来是讲的是说 你如果这个堕胎的话 绝对没有提到直接这个英国关系 直接的英国关系 没有提到跟这个乳癌有关 对不对 所以其实讲到这个就是 相关不一定是英国 这件事情其实也很重要 这个是统计上最重要的一个观念 对 他同时发生不表示他们是有英国关系的 对 所以这个就是刻意的 他把两个事实串联在一起 让你去等于是暗示这两个 是英国的关系 对 联想 那其实这个对一般老百姓 他没有修过统计 或者是跟一般有统计训练的人 在谈英国关系的时候 比较麻烦的就是因为 他需要了解一些什么叫中介变相 或者是什么是介入的这个影响 换句话讲就是说 这个因为我以前在教书的时候 研究方法里面教的时候 常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班上有一个人 班上学生 老师做调查 发现吃胡萝卜很多的人 成绩都考得很好 对 然后你做出来的统计 这个相关系数也高达 点八 就是非常强的 像你就会认为说 那吃胡萝卜多的人 就一定是聪明脑袋好 可你忘了另外一个真正影响 再去调查的结果 你把它纳入去做统计计算 就是他每天读书的时间 他一进去以后 这原来胡萝卜跟这个 所谓成绩好的相关系数的这个关系 立刻就降低了 因为真正的原因是他读书的时间多 换句话说真正相关是 在这里面就是读书的人 大概吃了胡萝卜比较多一点 我想要另外一个 就是因为我小时候 我的长辈可能常常叫我去打篮球 因为那时候个子长得比较矮 他们都认为打篮球会变高 因为他觉得说看到打篮球的人都很高 这完全可能是颠倒过来的 就是因为他长得很高 所以他被抓去打篮球 所以你觉得打篮球的都很高 可是是不是你去打篮球 你就会变高 换句话说就是说 你看到的 你去解释真相 常常就他讲的主观的真相 当你认为这个是真的时候 你就认为他是真的 他强调的这种所谓竞争的这个真相 其实就是说 你要去多了解不同的真相 每个人的看法不同 你可以再举一些部分真相 然后能够让一般人 这个深信为自己的是对的这种 其实我觉得现在最基本 就是台湾的媒体报道 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党派 或是支持度 同样一个事件 两个人讲的话都对 你可以说不是都 他都发生 都发生过 但是那A媒体他可能就从 他想要讲他的角度 说你看他这发生这件事情 B媒体就从他另外一个角度 你看这件事情发生过 然后他各自把这段截取出来 变成标题 推播给自己的读者 那读者看到就会觉得说 你看他这样讲 他讲的新闻报道绝对没错 实际上还真的没错 因为他的确讲过这样的事情 可是他前面那个脉络是什么 我觉得光是蓝绿两个党 他的阵营在讲同样一件事情 对话之间 因为他一定不同意见 那我在这不同意见当中 我各自挑选我想要的东西 发出去 其实光是就可以看得出来 非常非常明显 这个媒体的政党支持性是怎样 其实你仔细把同一件新闻事件 拿三个立场不同的媒体来看的话 你就看到所谓我们讲的选择性的权势 他选择对他有利的部分 他想要表达他立场的部分 去把它扩大解释 或是深入解释 那他刻意去忽略另外一些竞争的真相 就是他有讲过另外一句话 就像这个川普也有讲过说 其实我是反对堕胎的 我支持这个团体他有讲 但是他是反对堕胎的 那他就把这个团体 有在进行堕胎的工作连在一起 然后说川普支持堕胎 暗示他没有明讲 所以这个在台湾现象是非常明显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儿来继续跟杨诗范兄 再来谈一谈 这本书里面其他谈到有关 彼此竞争的真相的问题 欢迎回到中文念经书 我们今天跟杨诗范兄谈的是 《后真相时代》这本书 这本书是山寨文化 在去年出版的一本书 那诗范兄我们刚刚谈到了 就是说这个作者在谈 其实真相有很多面向 每个人都在现这个资讯爆炸时代 大家对于资讯的吸收 有时候没有办法深入去了解背景 像我们以前时代就是说 资讯的来源 大概就是这种威权政府里面的 政府机关 要不然就是这种所谓的主流媒体 他们讲什么大家就信 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Internet 这个网络资讯件 可以上网查 你资讯来源太多了 你怎么去分辨哪一个是 所谓更真正接近所谓的 整体的真相的片面真相 因为你不可能掌握整体的真相 其实这是我们这个新闻教育里面在谈的 所谓的客观 就是尽量去找那个最接近真实的真相 没有绝对的客观 怎么最贴近真相 那时候常讲一个例子 有一个人如果穿一双黑 左边是黑的黑皮鞋 右边是白皮鞋 就中间这样分开 一白一黑 那在右边看到黑皮鞋没错 但左边说我看到的是白皮鞋也没错 两个人可以炒半天 因为照片照一下 我照的是黑 你照的是什么 你只有从中间看过去才知道 黑白各一半 这个例子是我们以前在课堂上回来举例 就是说你要比较均平衡的客观去了解 可是现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 在这种网络媒体私下 像这样子一个如何去了解 掌握一个比较能够贴近真实全貌的一个真相的 他这本书想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这本书他想要讲 就是说他在选择讲述一件事情 然后这件事情是可以有很多种面向的 他想要告诉我们这件事情 就是他在讲 他这本书其实里面后面有提到说 这个书的核心的主旨 就是我想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而且这个事情是我选择 他本身就在做这件事情的 所以光是我们刚刚一开始有讲说 他这个矛盾真相 因为他书里面有讲说定义这件事情 一个词的定义是什么 我们刚刚在一开始闲聊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说 矛盾这个中文字好像不太对 对不对 competing好像比较对 那就是光是定义这件事情 两者都有不太不太一样的想法 中文英文可能不太一样的想法 那更不用提说不同的语境之下 又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他反复不断的重复就是在讲这件事情 不要完全的相信你看到的事情 因为任何一个传播者 就是在传播讯息的人 在这时代他就讲 厉害的传播者都是会讲故事的 故事没错 他一定是讲故事 好你故事有很多细节 譬如说你今天看一个电影 你要跟朋友叙述的话 那你就是选择性的去叙述着 你看到整部两个小时电影里面的 一些重要的一些关键的剧情细节 所以在讲的人就等于在讲一个故事的时候 把这个整个电影介绍的时候 他又用两分钟三分钟 但是他挑哪一些细节讲 那这个每一个细节 他都是真正发生过 也就是所谓的 我们讲说他是真相的一部分 那你要挑对自己有利 或你想要强调的部分 哪个剧情比较能够打动你的 那你就挑哪一部分去把它做 对所以其实像 像电影就很常发生这样的事情 像我们刚刚一开始 有聊到这个敦克尔克大车退这件事情 前几年还有电影拍出来 最近一年都有一个又得奖的 对就是敦克尔克大车退这样子 那这件事情当然从英国撤退这个角度来看 但是对于英国来讲 这是一个很光荣的一件事情 虽然说但刚刚有提到吗 站在德国角度来讲是 从希特勒言里认为是他最光荣的战机 就是你撤退到底有什么好光荣的 然后但是英国人觉得我们能够撤退 然后保留我们的这个军队 可以下一次可以继续进攻 他们也觉得是一个很光荣的撤退这样子 所以其实同样一件事情 完全一模一样的事情 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这件事情 因为英国人值得骄傲是 他们有一些小小的渔船 对不对 只能在几个人全部都出动 为了去拯救自己的同胞 他们的自己的所谓的男生 在壮士在外为国奋战 所以那整个故事里面 你从这个角度他去讲 那的确是值得光荣他们的爱国情操 或者是 对因为电影里面其实甚至有一幕 我觉得导演是有事的想要把这事情讲出来 就是他们被撤退的战士 然后坐火车回去这个英国的时候 他们其实是很沮丧的 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打输了才回来 撤退回来 败得很惨 对 但是他们发现说 他们也会回去被骂 因为被国民骂 说你怎么打输了 然后落荒额逃这样子 结果他们是欢欣鼓舞的欢迎他们回来 然后那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反差 然后也是我觉得导演有试着想要呈现说 其实这真的就是 也是真相的一部分 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对对 因为从德国的角度 英军大败留下大量的资源 军事武力 通通这对希特在他日记里面 对这件事情是骄傲的不得了 非常自傲狂妄的在那边 这个吹嘘了一番 是的 好那他书里面也谈到了主观的真相 主观真相就没有所谓对跟错的意思了 他跟部分真相就不一样了 对 像部分真相意思 我在跟听众大家 我们再谈一点 就是部分真相表示说 这个事情其实是 就像电影要很多细节 对 有些人刻意隐瞒一些东西真相 挑一部分的真相来跟你谈 他看他要强调哪一部分 对 但你也不能说他 这个怀有恶意的话 就是这种 不能说他错 你不能说他错 就你讲的 那他谈主观真相又是另外一个观念 你要不要谈一下 其实我觉得他有讲一些例子蛮好的 就是你在 我觉得是这个样子 那你觉得不是 比如说钻石到底值不值钱 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最好例子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以前 其实很多人可能都知道 那个钻石的价格是后来被 被操作出来的 靠故事操作出来的 就是为什么结婚或订婚 男生需要送女生 或是现在男生 男生女生女生 都可以送戒指 越大科越代表 你爱情的重量 实际上他已经 如果说就传统经济学的概念来讲 物以稀为贵 其实钻石并不稀有 对对就是就后来 开采的能力跟矿区来讲 钻石并不稀有 原来这个钻石是很稀有 但南非这边的 南非的钻石原来最稀有 后来不稀有了 因为其实大家都有利害 澳洲那边有大量的钻石 碎钻被发现 所以它里面就提到这个钻石公司 找了一个 找了一对父子的公关公司 就很厉害 他们就觉得说 他们要控制这个 第一这个钻石工具很厉害 就控制它的产量 一有新的钻石发现 他就去跟他们谈 就说你不要大量生产 我们大家一起来 那他们就请了这个公关公司 这些父子就设计出来说 怎么样让钻石变成人生中 大家都很重视 稀有的一个代表 就他们讲Diamond Forever 这句话就是他们发明的 所以就是从 代表永恒不变的问题 他们开始说各种各样故事 拍各种各样广告 然后就是要把永恒 跟钻石结合在一起 然后那什么东西 对那什么东西是永恒的 爱情是永恒的 所以你如果想要有一个真爱的话 你就要有钻戒 就用这种方式把它连在一起 越大越真是不是 对 可他越多 没有 所以他这样一弄的时候 就变成就说 他里面讲很有趣 就是说这样子所有订婚 或是这个女生 他不会把他钻戒卖掉 对 所以他量就不会大量增加 就买了他就等于是收藏起来 每个人都把婚戒收藏起来 然后这个有碎钻出现 他们又发明了把这些碎钻变成 另外一个 才变成这种结婚很多年的 拿来做纪念的 又另外一个 所以他说这是有史以来 人类事实上最成功 就是没有为一个特别钻石公司品牌 而是整个对这个钻石这个产品 做了一个最成功的一个 这个行销 这个就是一个主观的真相 你认为他能够代表爱情的长久 对 就这样子而已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回来再续跟司法庄谈这本书 欢迎回到周末炼金术 刚刚司法庄您谈到 钻石这个很有趣的故事 主观的真相 您可不可以再谈一下 还有什么这个来说明他这个概念 其实我觉得光是金融价值 就是其实里面像我们可能比较容易理解 或者说大家可能比较常接触 或者说觉得很奇怪的话 就是为什么一幅画这么贵 对 就是说真机这么贵 他里面举一个例子 就是有一个专门画这个皮卡索 这个假画的人 然后他把他的这个画 然后他讲了一个故事 说他是这个被德国纳粹 所以关到集中营 然后偷偷带了夹带这些东西 然后最后说这五幅画就是我家传的 但我现在真的没钱了 我是一个落寞的贵族 所以我要把这画拍卖 然后这立刻收藏家就水涨船高 因为皮卡索那时候已经非常的红了 那后来当然证明这些画都是假的 那最好笑的事情就是 但是等到他的假画到一个程度 大家都服应这个人的时候 这样有人开始模仿他的假画 也之前 对 他真的很厉害 我看这树里面谈就说 他连那些鉴定真机的专家常常都被他骗 因为甚至有人讲 他画的比这些泛骨人画的还好 对 对不对 所以这个到底他的价值 你讲的就是真的是 你看像泛骨他一辈子 在世的时候也没发过财 对 也没有享受过他的因为画画得到财富的这种 所谓带来的这个幸福都没有 我还有另外一个很好玩的例子 因为我自己比较常喝威士忌 那威士忌这个价钱就是 基本上就是主观认定的 你说当然大家会觉得说 年份越高越贵 这个是属于所谓物以稀为贵的一个概念 是 因为你要放的比较久 所以它比较稀少 好这个可以理解 但是为什么同样三十年的酒 那为什么有些酒厂可以卖一万块 有些可以卖到十万块 有些可以卖到一百万 对 这个其实是就开始进入一个 没有逻辑的过程了 你在赋予它一个意义说 这个三十年壳它是调和的 所以它可能只能卖这个价钱 然后它是single more 它是单一的 所以它就可以卖的更贵一点 这个其实你说说得通吗 当然它也可以说通 可是问题是主要就是有没有人买单 当有一个人说 对的确你讲的没有错 我开始下手买这个事情的时候 那这件事情就赋予了一个主观意义在了 对啊 这个主观意义其实就是人自己认定它有没有价值 你觉得它好味道好值那个价钱就值那个价钱 也不一样 所以这个到底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 在这一部分照作者的讲法 你不能说谁对谁错 主观的 这是一个主观的一个真相嘛 所以不知道还有什么例子可以来谈一谈这个主观的真相 其实像刚刚讲这个那个感受 其实还是回到他们做的那个实验 叫做说我今天给你一模一样的一杯葡萄酒 那但是有对照组就是 哦我跟你讲这个价钱比较贵 那你喝下去的时候你的愉悦感就会上升 其实这个在我们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做饮酒的时候 我们就是比较标榜说盲饮盲测 对盲测 我把你包起来 我甚至不让你知道那个品质 对牌子品质通通 我之前参加过一次就是这种盲测的活动 哦你也算品酒专家 没有没有 他其实是想要找那种大众 所以他那个那个厂做了大概可能50个还是多少人 分梯次啦 然后大家全部来喝30支这样子 那你就自己评分 你闻然后你喝 然后你就评分说你这个各个项目你喜欢多少 你给他多少分数 然后他们最后会参照这些 这些所有的评分 然后做出一个 第一就是这些50个人最喜欢的第一名是什么 第二名是什么 其实那很容易出人意表就是 大家最喜欢的可能跟价钱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非常容易发生 对 台湾的葛马兰威士忌在blind test里面就是 或者很高的评价 很高的评价 那当然他是没有比较低年份的 对因为这个年轻嘛 他刚成立的一个酒厂 他的原因 你喝过一次就有点请教 听说是因为他橡木桶是用很高价买的 非常好的橡木桶 所以他的酒品是比较好 这也是一个故事嘛 对不对 没有 这不是他创造出来的 他肯定不是便宜的 这个是一定的 因为橡木桶其实是贵的 但因我关系不能从这里出来 对他肯定是贵的 那他是不是贵了就好 也不一定 那讲说台湾的湿度比较高 体后比较热 所以他的蒸发速度快 他的熟成速度快 这个也是有道理的 但但是他能不能够直接去量化 去对应说 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的价钱可以卖多少钱 那也没有 那反正就是我们消费者 自己买单之前这个故事 那其实这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故事也就是 刚才我们前面所提的部分真相 所以他把中间对他有利的部分 讲成一个故事 对 他的部分真相 我们可以回头再谈谈 他里面谈到说 还有常常利用数字 同样的民调数字出来 可以做不同的解释 对 对不对 同一件事情 你看他举了很多例子 你这样讲也是对 这样讲也是对 看你怎么样是 那我们自己在解读民调 也发现常有这种现象 对 你要不要讲一讲数字怎么可以 比如说我们常常最容易 可能被误导的一个数字 大概就是GDP 这书里面有讲到这件事情 GDP在经济上来讲 当然它有它的价值在 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力来讲 它有它的价值在 可是问题是 GDP成长对于多数人来讲 它是不是那么有感觉 其实现在在政府 大概就也常做这件事情 不管每一任政府 大概都会做这件事情 那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 这个GDP持续成长 每年可能是3% 2% 然后相比于其他国家 或者说我们就是最近表现的 有比其他国家更好 但是另外一派可以讲说 可是我们的这个 一般人的消费或是薪资 其实没有太大变化 那种感觉是有落差的 所以大家反而会觉得说 好了好了 你讲的是真的 数字存在 因为主计处做的嘛 所以这数字是不会错的 OK 可是问题是 那你要怎么解读这件事情 GDP成长对于一个国家的国力增加 是不是有帮助 可能是 但对于一般的民众来讲 他的生活水准 有没有比较好 可能没有 对 因为包括了这个 财富收入所得的不平均嘛 对不对 所以他就讲到数字里面 像其实统计里面就会讲了 所有有平均数 中位数 中位数 还有最后还有一种重数 像这种情形都是 你看你从哪个数字去解释 其实都可以解释出不同的结果来 是的 那同样一个数字 同样的真相数字 但是你可以得到不同的结论 对不对 像你刚刚讲的这个 所以这个 我们刚刚前面讲 邓寇克也是从这个历史中间去诠释 去找这个对自己有利的部分 来解释一个历史事件 其实有一个很有名的 最近很红的这个 这个HERARIE 这个写这个 20世纪12堂克 还有人类大命 一大历史的这个HERARIE 他其实讲到 其实这个 我有一次听他演讲的 这个TED演讲里面一段话 他就很敢讲 不是TED 好像一个演讲 他说圣经就是最大的谎言 其实你不能说他错 对不对 那如果你很多事情 这就是主观的真相 你如果是从医学角度 处女怎么可能 玛利亚怎么可能生争 但你要用这科学去解释的时候 你就打破了 这个所谓主观真相的 他的意义了 其实他认为是真的就是真的 那他带来的结果 如果是好的 就像基督教 他最后 他们认为带来的结果是正面的 但很多邪教也就是 因此去 从这个角度造成危害很多 所以这个就是看你怎么去解释 这个就是所谓competing truth的问题 竞争的真相 我们休息一下回来 待会再继续跟施范兄谈 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回到周末炼金术 我们今天谈后真相时代这本书 跟杨施范兄一起谈 因为这本书其实里面蛮多有趣的 像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多谈一些 所谓他讲的人为的真相 也就是社会建构的这部分 他最后谈的是未来的真相 也就是一种预测 未知的 未知是因为你在没有办法证实 他是真是是错还是对之前 你都不能说他是真相还是假真相 因为他只是一个预测 你要不要谈一谈 他所谈的未知的真相 未知真相就是说 其中一个很重要一点 我一开始讲的就是预测 预测像我们最常 平常人大概最有感觉的 可能就是降雨机率 就是天天我们都会有人抱着 降雨机率是多少 你会看气象局会讲这些事情 那零跟一百 这很容易理解 零就是绝对不会下雨 那如果他下雨 那肯定这就是错的 那百分之百就是一定会下雨 那没有下雨的话也是错的 但是任何借在这中间 都只是一个几率可能会发生 我前几天我记得那时候 礼拜六 然后我就看那天气很硬 然后降雨机率写八十 那时候小时的降雨 八十 八十 就后来接下来三个小时 还是没有下雨 就是我在那个区域 其他区域我们当然不知道 他还是没有下雨 但是那气象预测有没有错 他没有错 因为他还是有两成的机会 是不会下雨的 所以其实 我们在讲说 预测它是一个几率概念 就是它有比较高的可能性 有一个另外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就是美国有一个很有趣的统计 专门做统计分析的网站 叫538538 那538就是它最厉害的 就是在预测美国总统大选 那它常常被人家拿出来讲 就是2008跟2012年 就是很准确的预测了 美国总统大选的当选 是 对 那2016的时候 大家觉得说 538这是踢到铁板 那你不要说它踢到铁板 大概全部媒体都踢到铁板 就是说 大家都比较没有想到说 川普会当选 可是实际上 如果你去看538的话 538是跟你讲说 它有多少的机率 就是川普当选机率是比较低 比较低 甚至不是说什么十几二十 是可能说 三十四十左右 就是说不到一半 不到一半的机率 可是它会有一个 Omitary就是它的一个量表 它随着每一个的 这个民调出来的时候 它其实是会一直移动的 它随时根据最新的状况 一直一直移动 那这时候就是一种选择 就是我支持 支持这个夏威蕾 可能就觉得说 你看我们一直都是 有很高的机率会获胜的 那最后输了 大家就会很崩溃 觉得说明明就是 我们赢的机率比较高 他讲这句话完全正确 然后他输了也完全正确 因为机率就是这样子 对 所以预测的真相 只有等到它最后结果 出来的时候 才会知道 才会知道 那我们今天谈这本书 最主要其实归到主题 就是要谈谈 我们要怎么让我们的听众 说听到我们讲 这么一些以后 这本书作者到底想告诉大家 怎么去在一个 这么多混淆 竞争的真相之中 确定哪一个是 我们应该比较能够接受的 然后也是比较正确的真相 其实一开始来讲 应该就是说 你先不要假设 你看到的永远都是真的 也不要先假设 任何某一个媒体 或某一个人 讲出来的话 绝对是对的 任何事情 先带有一点点怀疑的程度 但它一样是有一个两表的 我们可能会比较相信 某一个比较权威的媒体 比如说纽约时报 我们可能比较愿意相信 他讲这话 大概是真的 我们比较相信 他具有他的查证的过程 所以一个是说 不要一开始就相信他 另外一个就是说 对于你立场不同的 不要一开始就完全否认他 完全否定他 这我以前在教书 我们教新闻 就常讲说 你要想一想 就是说尽量 你这么讨厌他 但你要想说 他也许有百分之多少 百分之十 百分之一 或百分之二的真理 尽量去从他的角度 去思考一下 他想要告诉你什么讯息 换句话讲说 就是维持一个比较开放 包容的态度 不是一开始我就把你完全否定掉 可是这个 在我们这种所谓的同温层也好 或他里面讲的过滤炮 这种现象是在人性里面非常普遍 非常难 因为人们都是选择性的去注意 光是从开始注意就是选择性 选择性的去认知 再选择性的去诠释 最后是选择性的保留 整个事件中到最后你给他过几天再回头谈 只记得他的 他最想记得的那一部分 搞不好只是非常 错误偏颇的一个部分真相 这样 所以还有什么样的建议给我们听众 我觉得刚刚讲的开放态度非常好 就是要打破同温层 或是要离开这个filter bubble 最好方法就是你去别人那边 别的地方去看这些事情 现在网络上有非常多的不管是赖群组 或是Facebook社团 就是不要只加入你想看的东西 这个是确认偏误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心理学上的名词 就是你只看到你想要看到的东西 所以你去看别的东西 你可能会很痛苦 这是非常正常的 这是绝对的事 因为你不喜欢这些东西 所以你才看不到嘛 那你强迫自己去看这些事情 你会非常的痛苦 你会非常的痛苦 这就是为什么台湾的报纸常有很明显 或电视还有明显的立场 所以你有时候要强迫自己跳到别台 或者看别份报纸中 同一条新闻 你去看看他想告诉的 我常常看这些 对对 那我们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所以一天有时候是看四五份报纸 然后晚上看电视也是以前了 跳来跳去看 其实是有帮助 换句话讲说 你要打破同温层的第一步就是 你要多接触 朋友之中不要只有跟你完全立场 一致的气味相投的人 其实这个不难 因为你很多同学里面 或者是什么 一定大家都有不同的这种观念 人生观念或政治理念也好 或是怎么样 就是各种信念不同 它里面有很多谈到信念问题 我们现在实在是时间不够 没有办法谈了 所以有兴趣的 真的是可以去看这本书 这本书我也推荐给我儿子自己 好好去读一下 因为我觉得在这么一个 资讯混乱的世界里面 跟以前比起来差太多了 现在这个资讯这么困难 怎么样去让自己更亲民一点 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好 今天非常谢谢杨师范先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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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